進去一頭送喔 謝忠代 你要好機會給出來 結果球被斷掉 泰山高中 那另外就是泰山高中喔 他們這幾名的風險 包含是楊財康啊 還有他們其他幾名 外圍的投射沒進 我拿滿球還在泰山手上 交給劉宥璇來處理 中距離拔起來兩分命中 外 我這個就是不給 宇宙有任何簡單 進行playmaking 這樣的幾乎 哇 這可是什麼 其實選生球賽就是這樣 你有沒有辦法記取教訓 從中獲得學習養分 哇這個防守有點不應該 楊財康 意識上是差不多的 體型來說的話 楊財康可能更屬於這種 內線型的球員 對 連續在兩次兩個階段 都是拿下最後一張門票喔 在你回來之後 張宥偉的打法 這一次也是因為 他的右腳掌外側鼓勵了 現在右腳裡頭是打得鋼丁 我總算也趕上了 在副賽階段 能夠加入到 第一節的比賽 現在最後的3分14秒 以中5比16的落後 這一次 開球位置蠻漂亮的 直接 反正一打進一兩顆球之後 這畢竟才 一兩顆球你要先防守 一個重點 對 這其實是意志力的展現 就是 大多數的教練 不會喜歡那種 你動不動就要對方 打Reverse說 那是你定的工作 你在開什麼玩笑 你居然是球隊的頭號球型 必須要想辦法去搞定對方的頭 陳吉祥抓到 再拿回來 14秒的進攻時間 再次送到左邊底角 再度嘗試這回有了 抽球之後再往外傳 進攻時間下最後的3秒鐘 選擇用右手的跑投沒有碰到籃框 籃底下拿到球之後再起來 球隊啊 像楊才康這樣子 他們本身就是很善於這種 身體碰撞的球員 不害怕去對抗 對 左邊理線的出手沒進 飛進來 前場結果傳球發現了失誤 陳靜明其實上個球季 還是球隊的主力輪替之一 不過今年的表現機會相對受限一些些 最好的機會就是大檔的出手 對 每個人都有很好的機遇戰 就像這個樣子 哇這真的邪入 現在 過去我們知道松山高中 他們有非常強的品牌的 這樣子的概念 那其實如果 一樣很拚很纏 喜歡去做身體 但他什麼樣的條件 都比你更好 考了一個等級不值啊 那這個這樣子對宜中來說 這樣子到山區域聯防 不過很明顯啦 就是泰山應該現在張宥偉不在 他還是要讓其他的幾名球員選 剛蒙有餘 細膩度差 稍微就差了一點點 每次就是真的只顧在 最後的小巨蛋 陳靜翔做一次的傳球 王德宇 再把球拿回來 浮臨位置瞄準之後 出手空心破網 延續三年殺進到台北小巨蛋了 對於泰山來說的話 已經是血下對死心業了 今年希望能夠把這樣子 楊宰康 對林彥宏身高只有162 其實泰山過去從 應該從林夢達之後 就很少出現這種小後 泰山高中在上半場 缺少了一個環節 現在看看能不能補上 轉身前右邊 拉一竿之後 上完得分 打得漂亮 面對到劉璇的防守 選擇再帶到罰線附近了 哇這個位置已經是頭到 也有機會 進一步的縮小比分的差距 人要先對阿 又是一樣的問題阿 整體很明顯 泰山能夠 有 用分組前三晉級的機會 對我相信打到這個階段阿 加油 哇這個球垂近 交給尤文 直接帶到三分線內了 再轉移出來 外圍有空檔 這回也把握住了 郭元麗 段尤文靠起高三的學長 跟有經驗的球員 一定要有人想辦法挺身而出 盧維銘 這個爛臟真的 空中有點摘巴勒的味 盧維銘 這球的出手 藍底下伸出鬼沒 抓到了進攻籃板之後 往外傳 再補沒進了 不過泰山這邊前鋪後繼 又抓到了進攻籃板 這一次由張宥偉來送 吳佳佑 交給尤文 外圍的倒傳 右邊底線了 帶一步之後的空檔 這一次有難度的出手 再想辦法投進了 外力是真的相對比較有限 這一次出手被張宥偉給剝掉 單捷的第二季主攻 不過宜仲把球給搶回來 送到南底下 謝忠太 打板 也產生那個串聯的破壞力 是真的相對比較有限 這一次出手被張宥偉給剝掉 單捷的第二季主攻 不過宜仲把球給搶回來 送到南底下 平場籃板球的時候 裁判享受 球權要判給宜仲喔 第三季還剩下最後不少季的top shot 如果這種高難度的出手 累積的選手自信的話 那接下來 可能會更加肆無忌憚的開火 對 那現在 球原本一開始以衝會拿到 但泰山搶到球之後 張宥偉一馬當先跑快攻 比賽的樣子 默宥軒 前右邊踩腳步 沒有直接攻擊 再送出來 李元宏又是一擊三分球 對 前面踩場 佔領過後 其實在廖民教練這邊 也是派上了更多的年輕球員 對 楊太康抓到籃板 直接場盤給到了前場 拿球快過的上籃有了 外圍的出手洛空 楊太康自己運球過半場 身體有接觸之後 送到了右路 吳宇澤 外線的嘗試有了 吳宇澤 外線的嘗試有了 對於宇宙來說 這一段期間是真的 出現蠻多狀況 腳都 pubité 好 蠻多的